昨天晚上的台韩棒球大战真的很可惜 虽然全民集气 但是最后人不敌南韩是以3比6的成绩 吞下败仗 无缘晋级四强 而其实中华队一开始的表现是可圈可点 才二局下就先持得点攻下一分 不过韩国队是全程紧咬 最后因为中华队的守备接连出状况 才以三分之差败给南韩 是大运棒球赛23号晚上 台湾韩国正面交锋 由混血帅哥林安可担任先发 第一局就给对手三上三下 势如破竹 下一局虽然韩国队率先破弹 不过二局下中华队紧追在后 苏志杰挥出二类安打 为台湾队攻下第一分 成功开胡达成拼手 来到五局下张敏讯用高飞牺牲打助攻 把吴杰瑞送回本磊 七局下再靠范国城 集出阳春炮 将比数追成3比4 仅以一分之差战时落后韩国 狭带这股气势中华队趁胜追击 不料八局下陈崇廷跑壘失误 在三壘被牵制出局 错失追平良机 最后一局韩国队连续攻下两分 以六分之资阻断中华队晋级之路 今天比较关键的一个跑壘 那可能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 或许在重要的关头的时候 自己的压力能不能承受 在这个专注上 是不是可以再更加强 台湾无缘打进四强 未免梦遂 球员也难掩失落 全台湾的人民都在关注我们 所以相对的担任第四棒 其实是很有压力 当下之前我没有先想好这个比赛 那等就是发生了 我才开始去想说要怎么做 那就是在这边就是我的疏忽 总统蔡英文随后在脸书贴文 说自己也期待棒球能够逆转胜 不过很遗憾奇迹没有发生 也说球员们都拼到最后一刻 希望国人能多给他们鼓励 此文一出更让许多网友 再次含泪呐喊 真的好想赢韩国 记得台北综合报导